歡迎各位繼續收看我們的劇場回客室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林奕華先生 Edward 這幾年我都知道你中港台 甚至新加坡你都有去巡迴 其實如果我要問你 你自己衡量一下 其實你那個主要的創作基地其實在哪裡 我其實是喜歡在外面創作的 我發現了一件事就是 香港給我的壓迫感很大 現在不論我在北京 上海 或者在台北 有時候我都會覺得走出去 為甚麼天大一點呢 還有你永遠是有一對比較上外星人的眼睛 你會比較敏感一點 你聽到很多東西都會去問 他在說甚麼 為甚麼他會這樣 不是香港不會這樣 而是香港你不知道問誰 我經常覺得我在香港有個感覺就是 我問問題別人覺得我很奇怪 即你在香港你都還想問的 不是你習慣了 或者麻煩了 我問 我問 我今天才在問 我就打開一本雜誌 我說看到那些SK幾的廣告 我就在那裡說 現在真的還會有人覺得 其實查了那些東西就會是這個樣子的嗎 我說因為這張相片大家都知道是電腦做的 是吧 那為甚麼你還會覺得那些一箱二箱 其實是和那些相片有關係的呢 那我就問一個女生 我說 打開這裏頭那十五版 都是那些一箱二箱 都是那些電腦相片 那你為甚麼買哪一隻呢 那她就回答不了 那她旁邊有個人就說 聽朋友介紹 我真的不關這些事 然後我又說 那我還是想問 那你見到這些相片 你都知道不是查了這些東西 那為甚麼你還會去買這些東西呢 那她都答不了 但她都會繼續買 是 那她後來隔了一會兒 她就說 我們都是喜歡被人欺騙的 所以 沒得再問了 是 誰不問你喜歡被人欺騙 為甚麼你喜歡被人欺騙呢 那這個喜歡被人欺騙可以引伸到哪一個層面呢 還有到甚麼時候你才會罵她 說你為甚麼要欺騙我呢 所以我是很喜歡這樣一邊問一邊問一邊問下去 那 其實我想你繼續這樣問 已經可以衍生到一個劇出來 其實是這樣的 其實是這樣的 所以我跟著是會做出戲 叫做愛靚不愛命的 那 所以 我基本上 不知道是否因為 我太八卦 或者我是太每時問 所以 我的學生 我上課 他們又會覺得 為甚麼你做的先生 比學生更多問題 所以 我猜我是喜歡發掘 一些 對我來說 令到我有興致的東西 是 你會覺得 這個是你很自然就看到一些東西你想問 還是其實 本身是一個比較理論的人 或者特別有另外一雙眼去看一些東西 別人不是很用那個角度去看的 你覺得自己是哪種 第一件事就是我生得不漂亮 就是我經常都覺得 我有很多東西可能 一路回頭追溯到最源頭的地方 就是說 自小就覺得 為甚麼它有我沒有呢 或者是 為甚麼這些東西是會這樣發生 而不是這樣發生 所以 我經常都說 我做戲劇 或者 我目前為止很多的經驗 都是由我自己本身的 Lacking出發的 就是我的欠缺 我的貴乏 和我的不足 所以 我會覺得 理論上 每一個人 其實都可以很誠實地去面對 他自己這些問題 或者他自己的情意結 可能是因為我一直都會 對自己的不足 是有了一種這樣的敏感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我是不夠好的 所以我一定要再好些 我一定是很無知的 所以我要知道多些 所以變成這些東西 一路可能變成了一個習慣 就是 要用佛樂伊德來跟你解釋 才行 好 那樣東西 他才問你為甚麼這間房間 有這個顏色 因為趁你穿衣服 我進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是否呢 其實就是 其實不是 這個 不過觀眾看不到 是綠色的 是一個 某一種 洗頭水很喜歡的蘋果綠 是嗎 因為下蛙 可能是 OK 他解釋 佛樂伊德威也是這樣 所以我會很喜歡問問題 或者是 問問題也是一個 我現在經常說創意最基本的東西 你不喜歡問問題 你怎會有創意 沒錯 因為你都不找另一個角度 去看一些東西 而且麻木了 眼耳口鼻都好像封閉了 所以他們經常說 創意產業 創意文化 我就跟同學說 其實不需要被那個字綁得你太死 我自己覺得 你只要對事物有好奇心 你這個人已經開始培養著 一種這樣的能力 但是 有很多人不知道要對什麼好奇 因為 人家穿那套衣服 他穿那套衣服 人家吃那些東西 他吃那些東西 他們找不到 他們應該用什麼作為對象 我經常覺得這件事比較可惜 因為他不知道 原來自己是自己的對象 也就是說 他不會向內探求 是 向內探求什麼呢 就是 他不知道原來自己的恐懼 自己的禁忌 自己的慾望 自己的無知 全部都是很好的題材 沒錯 其實寫劇 這些就是宇宙性 拿這個出來 一定要怎麼說 你再加上自己 當然自己很好的東西 你的看法 對 其實不需要只是香港 全世界都可以 這是人性的東西 當然 有一樣東西都重要 就是 台灣也好 國內很多不同的地方也好 他們的社會都有我好奇和欣賞的地方 你特別欣賞什麼 你特別欣賞什麼 第一件事就是 我覺得 香港在過去十幾年 給我一個相對來說 比較負面的感覺 就是比較少人敢說真話 你說是整個香港的氣候 不只是劇場 是 不只是劇場 劇場某個程度上更嚴重 不是說真話的意思就是 他最多就是不表達意見 是 他不會跟你爭論 他不會跟你辯論 沒錯 頂多就是轉頭之後 可能在一個blog上寫 或者在Facebook那裏 怎樣 群起攻擊 是 但是不可以正面 是 不可以正面 這個對我來說就是 一種失去了自信 是 這個很可能跟我自己一直以來 在過去曾經有一段時間 在英國生活 或者去德國旅行 甚至去法國 我都覺得 他們是很肯通過去表述 去找出自己的不足 或者是去令別人和他有所溝通 我現在就算我去到北京 我去到上海 我去到深圳 或者我去到台灣也好 台灣相對沒有那麼多 我覺得他們很多東西想說給你聽 他們也很想知道你很多看法 是 能不能夠長期維持是這樣 我不敢說 因為也有可能有一種 我們剛才說的 那種城市文化的發展 或者越來越全球化 令到周圍的人 千人一面都不頂 但是起碼在這個階段 我其實是很想知道 他們在想什麼 我也很想和他們有這種 互相之間的交流 但是在香港那裡 如果你在香港的創作 你又會覺得有什麼限制 或者令到你很不愉快 或者是不滿 有沒有 香港人比較容易滿足於現狀 或者他們經常都會追求滿足現狀 所以有很多東西就變成 要求兩個字就是一些額外 就是一些基本的要求 經常都會聽到別人說 要不要那麼好 這樣就行了吧 那你真的要我做多些功夫 就是好像大家都慢慢慢慢 將那個本來最起碼要做到的事情 變成了一種超乎了你應該要做的事情 那我就會覺得那件事是會令到我們很難進步 是 因為大家都很計較付出 因為當你要求多些 他付出多些 他就會說 那我付出了這些 你是不是先給我這個回報 這件事不僅是說在藝術 這件事甚至現在我們經常說 港男港女 在愛情 在很多方面都有這樣的現象 所以香港仍然很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這個社會越多問題 我們做創作的 就一定是越多題材 我們就越多覺得那種衝擊 越多那種推動力 只不過就是我估計我的對象 或者我希望將那個題材 變成了不只是特定一個地區 正如港男港女 都有很多北京的朋友看了星期日檔案 他們都說 其實現在在中國很多地方都有這種現象 所以我都盡量在找一個 既可以從香港出發 但是其實也不止香港的一些作品 這個題目真的很有趣 不過我們這一節時間不夠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見 是 再翻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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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